罗哥是这一季 呼邦汉将的羊头里面 CP值最高的一位 八胜三败的成绩 已经吃了130局 2.08的自责分率 在自责分率的排行榜 是排名第三 被打局率是两成三九 被打出过六八全类打 另外有132个三阵 三阵排行榜是排名第三 他是滚地球比较多的 类型投手 滚杯比是1.30 那在上半季呢 他是五胜三败 在下半季呢 是三胜零败 那下半季的自责分率 2.59呢 比上半季的1.83呢 要稍微的高一点点 那WHYP呢 也稍微的高一点点 不过这基本上呢 都是很有水准的一个呈现 那不管怎么样 勾起来之后就出手 打成了一个外野飞球 右外野手是蔡佳燕 完成了截杀 他的长打能力 还有拳内打的火力 这球打在游击方向 收球之后的郁城 解决掉了速度很快的 陈辰威 至少他还有打点出现 挥棒落空的三阵出局 乐天在第一局的攻势 留下了得分圈的残磊 稍后来看汉将一局后半的进攻实况 三阵 结果是三阵的特质先出现 罗哥这场比赛的第二K 外角真的很准 马杰森最后是放掉 觉得很靠外侧 打飞了起来 这是张冠婷的守备机会 晚着的接杀 2out 好 打在中线的滚地球 收球之后的叶子婷 解决掉了张敏勋 乐天在第二局的攻势 再度的留下残磊 依然是零比 第三局的守面打者是蔡振宇 这球出手 收球之后的王以诚 自己去踩磊包 一个球解决掉了蔡振宇 王以诚昨天打出了 他在这一季的第一秒2.20 挥棒了 这是三阵出局 诺哥这场比赛的第三K 这次的对决 用了不同的球种之外 还用了三种不同的节奏 有正常 有加快 也有变慢的 打进场内的滚地球 必须要快速的处理 In time 来得及 解决掉了陈辰威 三上三下的一局 双方还是0比0 好 这球打在三壘收球之后的东子恩 刺杀掉了梁家荣一出局 这球又销到了外侧的好球带 所以这两次马杰森被三阵最后那个out pitch的都是在外角 就是球种变了 曲球 前一次诉球 这一次走曲球 投满百局最低的平均自责分 古林是1.57 魔神乐是2.00 罗哥是2.08 所以今天就是魔神乐对战罗哥 2.12的是圣骑士 收球 漂亮漂亮漂亮 王以诚要讲三遍解决掉了林慈伟的强吸球结束了乐天在第四局的攻势 双方还是0比0 比较紧身对不对 比较紧身 好三阵出局 这个外角 足身给判 这场比赛所投出来的第五次三阵 前面内角 这次外角 曲球 我只看过他们的这个材质 应该是排汗 然后呢 橫胃 比较靠近二雷雷包 打了一个反方向的飞球 张冠婷的守备机会 两出局 是快速球 好 这个变化球带起来 这个距离就有一点尴尬了 接到 也只停 在快速后退的过程当中 惊险地还车的这个接杀 结束了乐天在第五局的攻势 仍然是零比尔落后 滚地球出现 拦住 一垒空了 来得及 至少抓到了一垒 第一时间王以诚的策划阶 没有能够 去球来了再度三阵 吃这个外角的Botline吃得好准 三次被三阵 都投在好球这条线上 好 这个球收球了 好 长传到一垒 完成了Tag 乐天在这一局又错失了两次得点圈的寄攻机会 仍然是零比尔落后 挥棒落空的三阵出局 这场比赛罗哥的第七K 差值变数 一样在外角也是第一位进来 用球数85球 破坏球比率也控制得非常的出色 超过了二 那现在 高起来之后打了一个冲天炮 这个冲天炮有防守的机会 接杀出局 突然来根诉求在高的位置 效果很好 前面变化球都在外角 而且比较低位的进来 这个HIGH FACEBALL 好 打进场内在中线有机会处理 收球之后解决掉了林立 用了98球完成了7局的投球 二天0比3落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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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